歡迎收看第二節愛地球觀察站 有不少基督徒都很喜歡約一班弟兄姊妹 去參與敬拜讚美音樂會 希望透過這些活動根深自己的靈命 不過今年你除了可以跟朋友去這些活動之外 還多了一個特別節目 就可以帶小朋友一家大小去讚美神 今年敬拜讚美機構讚美之全 在香港首次舉辦兒童敬拜音樂會 早在2010年 讚美之全已經在聚會中加入兒童敬拜環節 由一班小朋友帶大家游跳游唱一些基督教的詩歌 我們自己帶敬拜也感受到 每次唱到那個部分的時候 其實大家好像就會有微笑 然後心就敞開 因為就像聖經上面講說 我們要回轉像小孩子 那我們這一次就是想要服侍兒童 所以它整場的聚會都是兒童敬拜讚美 那我覺得小朋友聚集在一起的時候 有一個不同的感覺 一個不同的靈受 有一個不同的力量 所以我們就是想把它獨立出來 這次兒童敬拜音樂會會由讚美之全 在香港開辦的第一屆兒童敬拜學校學員帶領 他們在兒童敬拜學校裡面 會學了基本唱歌技巧又或者是非洲鼓 將會透過司班形式和敲擊樂器 齊齊用音樂去敬拜上帝 我們有兩個很主要希望能夠達成的目標 第一個是鼓勵孩子們 用各式各樣不同的方式來敬拜 可以跳舞 可以舉手 可以安靜 第二個 我相信很少 應該不會有小孩子自己來參加 那都是家長帶著來 那我們希望能夠create 能夠營造的一個氣氛是 這個敬拜呢 我講到是一個lifestyle 它需要能夠實踐或貫徹在生活當中 一定要加上家長的配合 那我覺得很美的地方就是 孩子們跟大人們都知道一樣的曲目 他們在家裡一起敬拜的這個機會就越高 Tiffany和其他童工見到兒童敬拜的需要 就在五年前在美國南加州 洛杉磯開拓兒童敬拜時工 開辦兒童敬拜讚美學校 那我們在教導敬拜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只有敬拜一部分 我們也教導他們要怎樣成為一個敬拜者 那聖經裡頭有很多話 當你成為一個立位人 一個祭司的時候 然後我們用不同的角度 我們用心靈誠實來敬拜神 或者是說當我們要敬拜神的時候 我們要撇氣我們不好的習慣 那這些教導其實一連串都是跟聖經的故事 跟聖經的真理是有關係的 我們每個學期其實都會有幾位小朋友 可能是被同學邀請來 是非基督徒 那他們來的時候也就是憑著很單純的心想說 來這邊學學音樂也不錯 但是在那個敬拜當中 他們原本是非基督徒 他們就被小朋友的生命先被改變 他們就自己絕智 然後甚至今年我在香港接受採訪之前 我才兩個禮拜前聽到一個見證 這個小朋友成為基督徒之後 把福音傳給他的爸爸媽媽 然後在兩個禮拜前 他們全家就一起受洗 那我覺得這其實就是一些很感恩的事情 我沒有想到會發生的 有人會疑惑兒童敬拜的果效 認為小孩子這麼小 未必明白敬拜的真正意義 但是Tiffany就在兒童敬拜學校裡面 親身體驗兒童敬拜的好處 要相信小朋友們 他們是能夠經歷神的 他們能夠聽到神的聲音 他們也能夠用他們的方式 盡情地敬拜神 所以不要把敬拜好像局限於 只是帶動唱 只是做動作跟唱歌 我們所做的跳舞也好 唱歌也好 這裡頭都有深深的屬靈的意義 就是讚美神歸榮耀給神 那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孩子會知道說 我生命中的第一是神 那他因為敬拜的生活 我覺得當你的順位是對的時候 他人生很多很多的決定 也都會是 把神擺在第一 我想他們帶回去的是一個敬拜的心 然後一個每天在神面前 讀經禱告 然後可以在神面前 能夠有devotion的一個習慣 那我覺得這個改變 不是一套方法帶回去 而是這個unit 就是這個人的生命有轉變 然後他的家庭也會轉變 他去的地方都會轉變 無論是大人還是小朋友 只要有愛慕和讚美上帝的心 都可以用各種方式去敬拜上帝 發生的一句話 動靜